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特鲁多称加沙医院的致命爆炸绝对不可接受 违反了战争规则 经过十年的大型专案和巨额债务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美国对冲基金向莫多克施压 要求他拆分媒体帝国 请大家收看 经过十年的大型专案和巨额债务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美国之音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经历了十年促进贸易 但留下巨额债务并引发环境问题的大型项目之后 看起来规模变得较小 较为关注环保了 这一转变发生之际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本周齐聚北京 参加中国政府组织的一带一路论坛 这一倡议在世界各地建设了发电厂 公路 铁路和港口 加深了中国与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关系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推动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谓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最初是一项 由中国开发银行贷款资助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建设交通 能源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计划 该倡议的目标是通过改善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来发展贸易和经济 打造21世纪版的从中国到中东再到欧洲的丝绸之路贸易路线 习近平在2013年访问哈萨克和印尼时泛泛地提出了这一概念 并在随后的几年中逐渐成型 推动了从肯亚和辽国的铁路到巴基斯坦和印尼的发电厂等重大项目的建设 它有多大 共有152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协定 但意大利是唯一签署此协定的西欧国家 预计将在明年3月续约时退出 意大利智库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 分析师阿莱西亚·阿米吉尼·阿拉西亚·阿米迪尼表示 意大利遭受了净损失 自2019年意大利加入以来 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了一倍多 中国成为一带一路发展专案的主要融资者 与世界银行同等重要 中国政府表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启动3000多个专案 总金额近1万亿美元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主任凯文 加瓦格尔 Kevin Gallagher表示 由于大型建筑专案 可能对环境和当地社区造成影响而受到批评 其他贷款方从基础设施 转向健康和教育等领域 中国趁此填补了空白 中国资助的专案也面临着类似的批评 从迁移人口到向大气中添加大量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 如何看待债务陷阱 中国的开发银行为一带一路专案提供贷款 但一些政府却无力偿还 这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指控中国正在进行债务陷阱外交 在他们知道政府会违约的情况下发放贷款 从而让中国利益集团控制这些资产 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斯里兰卡的一个港口 政府最终将其租赁给一家中国公司99年 许多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并非有意制造不良贷款 现在在经历了违约事件的惨痛教训后 中国的开发银行正在退出 近年来中国的开发贷款已经大幅下降 因为银行对放贷变得更加谨慎 而且许多受援国由于债务水平已经很高 借贷能力下降 中国的贷款是造成上比亚和巴基斯坦等国经济承受巨额债务负担的主要原因 斯里兰卡上周表示 在努力摆脱去年导致政府垮台的经济危机之际 该国已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就债务重组的关键条款和原则达成协定 一带一路的下一步是什么 未来的一带一路专案可能不仅规模较小 更环保 而且更多的依赖中国企业的投资 而不是政府的开发贷款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夫·内多皮尔克里斯托德皮尔认为 中国仍将承建一些大型专案 包括铁路等知名度较高的专案 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等有收入来源偿还投资的专案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高铁在印尼的开通 在两国都引起了热烈反响 内多布尔表示 在气候方面 中国已承诺停止在海外建设燃煤电厂 但仍参与其中一些专案 并鼓励与绿色转型相关的专案 范围从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到电动汽车电池工厂 例如宁德时代的汽车电池大型工厂 该工厂在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匈牙利引发了环境的担忧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 AASX预计在美股动荡后上涨 科技股拖累 澳元上涨 悉尼先驱晨暴 尽管美国科技股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美股下跌 但预计澳交所今日将高开 标普500指数因科技股下跌而抹去涨幅 高盛的利润下滑了33% 然而 新闻集团股价上涨 因为激进投资者Starboard Value 呼吁该公司 玻璃奇澳大利亚房地产部门RA集团 在经济新闻方面 零售销售超过预期 上个月工业生产增强 这促使经济学家提高了对第三季度GDP的跟踪估计 特鲁多称 加沙医院的致命爆炸绝对不可接受 违反了战争规则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将加沙市一家医院爆炸造成数百人死亡的事件描述为令人恐惧和绝对不能接受的 据说以色列对阿赫利医院的空袭是自2008年以来五次战争中最致命的一次 特鲁多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法 并且有关战争的规则 此事件发生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的10天 双方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 其中有5名加拿大人伤亡 还有2名加拿大人失踪 美国对冲基金向莫多克施压 要求他拆分媒体帝国 悉尼先驱晨报 激进投资者Starboard Value已经在鲁珀特莫多克的新闻集团中建立了一定的股份 并向他施压 要求他拆分其媒体帝国 Starboard要求拆分新闻集团的澳大利亚房地产部门 并声称这样的举措将为股东解锁超过110亿美元的价值 该激进投资者还表示 如果道琼斯已与纽约时报相同的倍数进行估值 单单道琼斯就价值超过70亿美元 香槟表示他希望杂货商在稳定价格的计划上更加坦诚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工业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 香槟表示他希望加拿大的食品零售商能够更加公开地向公众透露他们稳定价格的计划 包括Lobwell Metro Empire 沃尔玛和Costco在内的加拿大主要食品零售商最近向加拿大政府提交了初步计划 说明他们将如何在高通胀的情况下稳定价格 这些零售商已向政府概述了他们打算采取的稳定价格措施 但对公众并不透露 巧克力制作原料可可的价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路透社 尽管成本上升 可可豆的需求仍然强劲 导致可可价格周二创下历史新高 金融投资者是伦敦州计交易所可可期货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3月份的可可合约价格达到了每公吨3155英镑的最高水平 上周的欧洲第三季度可可加工数据显示 加工量下降幅度低于预期 表明高价格并未影响需求 可可经纪人还指出 西非港口可可到货缓慢和全球供应赤字 进一步紧缩了市场供应 吸引了投机者的购买 经过多年的增长 农田销售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因为农田所有者正准备应对干旱天气和较低的商品价格 澳洲ABC 根据农村银行的分析 澳大利亚农田市场正处于一个拐点 下降的商品价格 干旱的季节性前景和较高的利率 导致农田价格增长放缓 在2023年上半年 全国每公寝农田的中位数价格仅增长了0.1% 交易量也达到了28年来的最低点 被描述为一代人中最低 然而在有良好季节条件的种植区 农田价值保持得更好 近年来 家族企业农场一直是农田价值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 独家消息 天然气生产商切萨皮克探索收购南方能源 路透社 根据消息来源 切萨皮克能源已经接触了南方能源 商讨潜在的收购事宜 如果交易成功 合并后的公司将成为美国市值最大的天然气勘探和生产公司 消息人士补充说 目前谈判处于初步阶段 无法保证能达成交易 美国银行的莫伊尼汉表示 美联储成功地减缓了消费者支出速度 彭博社 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布莱恩 莫伊尼汉表示 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胀 而提高利率的行动成功地减缓了美国消费者支出 莫伊尼汉指出 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 如食品杂货和汽油 给中等收入家庭带来了压力 影响了消费者情绪 然而 他指出 消费者的银行余额仍高于疫情前水平 尽管正在缓慢下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你们的常驻观察员 让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澳交所预计在美股动荡后上涨 尽管科技股的下跌对此有所拖累 同时 澳元也出现了上涨的趋势 在政治方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加沙医院的致命爆炸事件表示了强烈谴责 并呼吁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规则 此外 激进投资者Starboard Value向莫多克施压 要求他拆分他的媒体帝国 加拿大工业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 湘宾、西澳零售商能更加透明地公开他们稳定价格的计划 另外 可可的价格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尽管成本上升 但需求仍然强劲 农田销售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农田所有者正准备应对干旱天气和较低的商品价格 最后 切萨皮克能源正在考虑收购南方能源 如果交易成功 将成为美国市值最大的天然气勘探和生产公司 现在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科技股的下跌对澳交所的影响不容忽视 但我们也要看到 零售销售超过预期 工业生产增强 这是澳大利亚经济复苏的积极信号 特鲁多对加沙医院的爆炸事件的谴责 表明国际社会对于战争规则的坚守 和对人道主义法的尊重 Starboard Value对莫多克的施压 可能会引发新闻行业的变革 这对于新闻集团来说 是一个重大挑战 在食品零售业中 公开零售商的价格稳定计划的呼声 也是对市场透明度的一种要求 至于可可价格的上涨 这可能会对巧克力等产品的价格产生影响 农田销售的转折点 可能会给农田所有者带来一些压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有良好季节条件的种植区 农田的价值仍然保持稳定 切萨皮克能源对南方能源的收购计划 如果成功将为美国天然气行业 带来重大变化 这些新闻反映了当前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变化性 作为观察员 我们要时刻关注这些变化 并及时做出反应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设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